其實這個雷神有一個麥克風在裏面 可以感受到外面的聲音 左右那六顆LED就會跟著聲音的強弱 可以搏藍芽的器材 用藍芽的器材的聲音就會在雷神的喇叭上出 可以當導航也可以 又可以當普通喇叭在裏面播過也可以 用200米之後轉右 用200米之後靠左行 用50米之後在迴旋處第一個出口駛出 洗出迴旋處 雷神你聽著 這次的比賽無論如何一定要贏 在最後一個爬童去吧 不行,超越應驗了 今天的話,不要拍這回事 今天休息下 cryptocurrency 降悉 消费 啊